BCV平台 日本国产素人影片集权 高速稳定不卡顿 24小时只会谈出两个广告 拥有思想公开片单功能 中文字幕影片更新快 想要集 大家好 我是老色皮江林 本频道正常每周三五更新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订阅一下 万分感谢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元旦快乐 本人在2022年开始做这个频道 虽然目前订阅还不是很多 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江林的支持 关于很多人找不到番号 并且网盘无法使用的问题 我这边做一个解答 首先 今年我会通过三个渠道 将推荐的影片放到置顶评论 渠道一是车牌 可以自己通过车牌 到相关平台查看 渠道二是MISAV平台 我还是会像网上一样 将车牌里的影片 直接放到我MISAV的平台中 渠道三是网盘 很多人说无法使用 或者不熟悉这个软件 其实你只需要点进去 就会有相关的测读说明 这个软件优缺点都有 缺点就是必须挂梯子才可以观看 优点是极客乐几乎所有的搜索工具 直接搜索车牌就可以找到大部分内容 除了车牌外 输入你想搜索的内容 也可以找到几乎市面上90%的资源 价格上也算是比较便宜的 你们点我的链接进去 并不会给我反映现金 只会增加我使用这个软件来添数 所以也算不上是给她做广告 好了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NTR影片推荐环节 第一步 GoU C 357 丈夫看着妻子被他人侵犯 在半年前发生了一场车祸 造成女主水泽真术的丈夫下身瘫痪 夫妻二人因此也无法获得性生活 过着空虚的日子 女主此时的身体正值欲望鼎盛时期 从心理渴望得到一个真正男人的鸡脖 就在这时 丈夫的哥哥同样是一名医生来家中拜访 他看出了女主对性的渴望 强迫在熟睡的丈夫旁边 承上了她 然而丈夫去世装睡 一直偷看着妻子被哥哥侵犯的一幕 这件事结束后 他也没有追究责任 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哥哥经常来家中骚扰女主 肇事司机也加入其中 每一次都在丈夫的面前完成交配 女主长期禁欲的身体也得到了解脱 正当真术与二人玩的正欢时 已经下身贪婚的丈夫 竟然站了起来加入了他们 并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女主 原来哥哥和司机都是丈夫找的演员 为了是欺骗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偿款 当然他们也如愿以偿 在哥哥医生身份的鉴定下 保险公司赔偿了男主一大笔钱 就这样女主也辞掉了工作 与三个男人在同一个屋檐下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至此影片结束 看点一 当你不知道结局的时候 可以看到男主瘫痪 只能用嘴满足妻子 被他人侵犯过的暴雨 看点二 女主当着丈夫的面 与哥哥和赵舍司机发生关系 毫不顾及装睡的丈夫 第二部 替败OD262 看我淫浪的家庭主妇妻子被他人侵犯 一对夫妇已经结婚五年了 他们的夫妻生活也因此进入平安期 丈夫提议想让妻子与陌生人出轨的方式来获得刺激 妻子在焦虑的状态下同意了尝试 第一幕 女主黑木琴音 穿着情色服装勾引一个披萨送货员 一开始琴音犹豫不决 但当她丈夫检查暴雨时 她早就失透了 虽然很困惑 但同时也兴奋了起来 当宋货员看到穿着暴露的女主 在得知家中无人后 立刻对她发起了攻势 丈夫则躲在屋中 偷偷观察着发生的事情 第二幕 丈夫想把妻子的裹照 发布到网络上 于是找了一个专业摄影师 让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假装摄影师使丈夫进行拍摄 说是拍照 实则是把整段矮矮的过程 全部拍摄下来 女主也因为露脸暴露身体 让更多人看到而兴奋 第三幕 在女主丈夫面前三屁 丈夫找来了两个大鸡脖哥哥 来满足妻子的欲望 并且将全部种子 播撒在了女主的体内 当结束后 还让在旁边光看的丈夫 将妻子被搞乱的鲍鱼舔干净 妻子也是从一开始被指使做这件事 倒主动让丈夫填鲍鱼 在结尾 丈夫经常将找到的巨型地步推荐给妻子 而女主也在渴望下一次被丈夫找到的男人侵犯 两个人的孩子也许就在以后遇到的某个男人播种下得到 至此影片结束 看点一 虽然有评论说 女主的喘息声有些粗犷 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长期欲望被禁锢 释放的一种表现 看点二 女主在其他男人侵犯时的表现 说实话 有些夸张 但很吸引眼球 看点三 女主将刚刚被其他男人播种的鲍鱼 让丈夫舔干净的场景 第三部 勾游C385 一夫多妻子的菊花调教 一部关于黑社会丈夫与他的正式妻子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的爱恨情仇剧 男主是一个鼓励一夫多妻制的黑社会分子 这天当着妻子的面把情人带回家中与其发生关系 他宣称要让官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从那天起两个女人之间的嫉妒开始了 几天后 柳田再也无法忍受指挨管也的丈夫 于是把自己的菊花给了他 官也在目睹如此疯狂的情况下逃走了 但很快就被男主的手下抓住 并开发了菊花 官也也从中得到了快乐 接着男主为了鼓励手下们像男人一样战斗 将自己的两位妻子的菊花全部献给了他们 开始还拒绝了两位妻子逐渐在菊花的快感下堕落 成为了渴望菊花被侵犯的奴隶 至此影片结束 看点一 这是一部女绿体态的影片 看点二 两位妻子争夺一夫 相互之间的爱恨情仇 第四谱 EY AN 011 换期游戏 究竟NTR 女主被丈夫带到一个神秘聚会现场 起初还很开心的妻子 当得知这是一个换期活动后 开始对丈夫发起了质问 原来这个活动规则是 通过抓究的方式来交混伴侣 只要在结束后还相互信任彼此 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 女主只能同意参加 第一幕 女主与新丈夫发生关系 由被动到渔王被填满 第二幕 结束后丈夫被带到房间 两人表示互相信任后 主持人将丈夫曾经出轨的视频 当着夫妻的面播放 妻子失望至极 但丈夫极力解释 已经不爱那个女人了 这时 主持人将情人带到现场 声称女主与情人 只能有一个跟随男主离开现场 需要她在规定时间的选择 为了争夺这个位置 两个女人使出浑身解数来挽走男主 结束后 正当女主确定 丈夫会选择自己时 她却选择了情人 两人正准备拿着奖金离开 情人先一步抢走了所有钱 并告诉男主 自己只喜欢有富之富 既然男主已经属于自己了 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男主悔恨至极 第三目 当两人闯关失败后 需要妻子作为这个组织的奴隶 通过身体来赚钱 只有达到指定金额后 才可以离开 丈夫亲眼目睹 她的妻子 被一个接一个的陌生人侵犯 而女主也忘记了丈夫的存在 毕竟接二连三的打击 早就对这个渣男失去了信任 自己则沉迷于陌生人的激波之下 不可自拔 至此影片结束 看点一 女主接二连三的被丈夫抛弃 对其完全失去了信任 看点二 丈夫因选择 同时失去了妻子与情人 看点三 女主堕落后 在丈夫面前被陌生男人侵犯 第五步 MIA263 初恋和现代的女友 同时在我面前被不良少年们侵犯 小悠是男主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 并且是她的初恋 对于自己找新的女朋友 她给予了男主相处的意见 隔天 石草系男友与女友 在公园进行第一次约会 他们第一次拉手 正打算去男友家进行后续的工作时 却遇到了几个不良少年 那些人曾是在学校经常欺负男主的同学 看到他突然有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于是决定与男主一同前往家中 紧接着 他们就在男主的面前车轮战了女友 面对不停向自己求救的女友 男主只能懦弱地站在一旁观看 女主也在失望的状态下 逐渐被不良少年们侵犯出快感 这时男主的青梅竹马 小悠打来电话 得知他们遇到危险后 就独自前往人救 可事与愿违 刚到那里就被不良少年们控制 就这样 一个初恋对象 一个现女友 当着男主的面 不停被那群人侵犯 而刚开始还放抗了小悠 也随着女主一样堕落 两个人不再关心失败的男主 而是想要更多的急驳 进入鲍鱼的深处 至此影片结束 看点一 两位男主心爱的女人被夺走 看点二 两个女人从抗拒到堕落的转变 看点三 不良少年们侵犯两位女主时 对男主的羞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车牌会放在评论区置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 视频广告 网速卡顿 混乱收费 片源稀少 无法收藏 密CV帮你解决烦恼 这里拒绝海量广告 拒绝网速卡顿 拒绝影片不全 拒绝收费体验 还有专属片单 一键分享功能 一致的体验到密CV